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我们继续讲袁世凯 这时候呢 北京的满足权贵 真遇着事儿麻爪了 为什么呢 因为北洋新军调不动啊 所以呢 袁世凯拿五作六 装了一阵 就正式出山了 被启用为总理大臣 坚韧 胡王中都 水北洋军呢 就去湖北作战 渡过黄河以后 嘿 他们把那个军旗啊 就收起来 悄悄声的走 很多 将领就不知道什么意思 就问说 为什么我们要 在这个好事 大佬就说 你们知道啥 这是老大的家乡 到这儿了 不能逞威风 哎 等到了武汉山镇 那五月 这个北洋军的训练 就看出这个效果了 嗯 就 占了很多上风吧 但是呢 打着打着 就是打不动 嘿嘿嘿 哎呀 朝廷怎么嘉奖啊 给钱啊 也没用 为啥呢 袁世凯有想法呗 哈 他们呢 就把那个士兵呢 有的便着给搅下来 搅完之后 放到一个 大车厢里 很多车厢就拉回来了 到北京这个城门口展示 说哎呀 战争残酷啊 死这么多人啊 这打到什么时候啊 才是头啊 不好交代啊 那时呢 玄统皇帝啊 没多大 太后呢 也是个女流之辈 满清也没个人 主行主出来拿主意 就问 说你当总理大臣了 怎么办才好呢 袁世凯呢 还装着一副 又过游民的样子 边上人就上来了 说那好办呢 你就退位呗 退位 咱们跟革命党谈啊 保你这个 后人啊 富贵太平 啊 然后那个 咱搞共和 跟西方学 国家自理好 等等等等 这么一去问 各国的看法 嘿 都支持 说你这么大国家 搞民主共和国 当然好的 至于南方呢 孙中山先生是高峰两极 他就派出代表 来北京 何谈 告诉袁世凯 说这个位置我虚位已待 主要看你怎么做 所以呢 三方 清廷革命党 北洋 多次的斡旋之后 就同意将现在 以清朝为主的这种 君主立宪 改成了 共和制 也就是说 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 中国 建立了亚洲 第一个 民主共和国 1912年2月12日 清王室 接受了优待条件 宣统皇帝 溥仪 训位 那天呢 袁世凯 特别兴奋 当天晚上就把编子给剪了 2月15日呢 南京临时参议院 四七省代表 选举袁世凯 做了临时大总统 我记得是全票 而且 南京提出 你得到这来 办公 就职 同时呢 咱们的改成 总理负责的内阁职 袁世凯 心里门清啊 我哪能走啊 老虎不离窝嘛 所以坚决不去南京就职 搞了种种把戏吧 曹老三 曹昆这帮人 又是放火 又是假装兵变 总之吧 袁世凯 还是留在了北京 于3月10日 举办了就职仪式 同时任命了 唐少仪 为第一任内阁总理 这共和国嘛 都是三权分立 是吧 总统是国家元首 管大事 内阁呢 负责行政 管 大大小小的事 所以不可能什么事 都报给你总统府 因此呢 袁世凯就很多文件 看不到 很多人是任命 还过问不了 郁闷啊 说哎呀 这不自己给自己 装笼这里了吗 可也没办法呀 有所得就得 有所失吗 谁让你当了大总统啊 所以只能忍着 上一回他隐居呢 爱的是这个美女 这回呢 显贵了 爱上了美食 哎 袁世凯的吃 特别有名 啊 我们展开不了警 他呢 是个五短身材 脖子出腿肚 走道还那个 八字 嗯 一顿饭 你不吃个二斤肉 十个馒头 就跟吃不饱似的 啊 据说他非常胖 几乎横了 他自己都 看不到自己的脚 上二楼呢 都得用轿着 抬上去 但是也挺逗的 他胖的你说 都这样的 走都有点走不动 他呢 还是个天生的多动症 只要在屋里 他就必须找点 什么啥事来做 走来走去的 翻翻这弄弄那 哎 尤其是 吃点什么 这是典型的 小动 大不动 他闲着没事呢 还曾经找这个 算命先生 撤过一个字 人说你写一个吧 他写了个香 香三的香 那人就说 哎呦 您这是八千天的总统运 八千天 你想一想 二十好几年 当然事后也有说怪话 说你明弄错了 那哪是八千天 是一千零八天 这些呢 怎么说 当野死平吧 在民国初期啊 那故事 可就多了去 都跟袁世凯有关系 我们只能慢慢的讲 在这一集里啊 你没法讲完涉及到 因为后边太多人 都涉及这个民族啊 这个袁大总统 所以呢 我就加叙加意 偶尔呢 做一点分析 比如说这个什么 府院之争啊 议会的乱象啊 等等 其实呢 背后都是 最大的矛盾是啥呢 就是革命党人 和北洋军阀 双方对政权的掌握 和治国的理念 之间的矛盾 听谁的 怎么做 谁来做 都是这点事 就民国成立之后 他一直没解决一个 根本性的东西 就是这种共和体制 你没有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 相辅相成 你看经济基础还很陈旧 还很垄断 这些老百姓你变质减了 他心里的变质没减掉 他哪有公民的自觉性 所以百年一降 在共和的名义下 就是不断的重复着 专制的故事 这就是咱们中国 所以文人卷里 其实我们就谈到了 就是当时民国是 一边呢 不断的发展工商业 但是大量存在的是什么 农耕制 一边呢 搞这个新文化运动 但是呢 封建的三纲五常 那非常顽固 而且呢 很多地方反对大异动 想搞什么呢 美利坚的那种合众国 比如说三西 是吧 延西山 他把铁路都给你修载了 那我觉得这就不是什么state 这叫诸侯国 而且吧 既然搞共和制 一定的按照一句老话来 叫什么呢 君子动口不动手 因为你再怎么动口 是吧 人家老百姓生活不受影响 你们吵你们呢 是吧 你那个意愿打人 骂人 踹人 没关系 但是一旦动手 你这两派一动手 一打 哎 这中国的悲剧就来了 民国的悲剧呢 也来了 你明明可以通过议会来解决问题的 可是呢 偏偏把最坚持共和思想的宋教人给弄死了 这件事真的就成了民国初期的一个转折点 可是呢 袁世凯正郁闷呢 总统也当了 全还没了 一看 嘿 怎么着 动口 哎 我可能说不过你们 动手 那我可不怕 所以呢 1913年5月 他让这个梁世凯 给南方带话 说 我已经看到你们 除了捣乱 再无本事 而等 如敢再组织政府 当居兵 当瓶子 你看看 这就不是当时啊 临时政府那时候 好说好商量 你大选在握 粮草在握 兵在握 那就 要当瓶子 那南方也不怕呀 这帮革命党跟清朝 都什么都没有都敢打 那到了民国更不怕 所以呢 这个南北之间呢 打来打去 哎呀 死不少人 各地军阀呢 拥兵 之中 就在这乱象之中 还有一帮人 起哄驾秧 谁呢 就是杨渡这帮人 鼓吹什么 复辟弟子 他们呢 一边就是搞研究 说呀 中国这些事啊 你看我们各种体制 都实验过 还得什么 找君主立宪 你得像日本那样 是吧 英国那样 有个皇帝 有这个呢 老百姓就踏实了 另一方面呢 他们就搞了几万人出来 上街啊 请愿的 连妓女都粉墨灯茶 哎呀 可惜呢 那时候袁世凯 已经不是小战时候了 已经被小人权 给包围起来 哪天看到的文件呢 几乎都是拍马屁的 连他们的报纸 都是假的 他儿子造的 你说 哎 叫人可悲可叹 当时呢 搞君主立宪 好不好 这个 太多学者研究了 我觉得是个伪命题 最大的弊端呢 在当时 不能再有皇帝了 一个司机不对 你早干啥去了 是吧 共和国都搞起来了 你往回走 这肯定不行 第二呢 你袁世凯高估自己 你毕竟就是一个 四足子弟 是不是 清朝统治了 三百多年呢 那种 道德绑架 不是你袁世凯 想替代 就替代得了的 你先不说 天下人答不答应 你那些北洋手下 是吧 谁答应 就包括段祺瑞 贫民小人 是国家培养了他 他去读书 还养活家 咱们后边会讲 徐志昌也不答应 那读书人的 中军思想多重 所以 这步骑 走错了 红线称帝呢 也就成了 民国初期最大的 效法 成了他本人 最大的败笔 据说呢 袁世凯内心 他有一个情节 就是 老袁家人 男人啊 都活不过六十岁 所以他非常想在六十岁 之前做一件 医生中 最该做的事 你说一个男人啊 最想做的是啥 过过皇帝瘾嘛 哎 过过再说 袁锡山呢 一生 最佩服的人 就是袁世凯 他认为 在红线称帝 这个问题上 有五种人 没起好作用 一是 袁克定 想做太子 二是 这个 北洋班这里 没思权那帮家伙 想封个宫 封个侯 三是呢 蜻蜓 推波住来 害你闹呗 越回来越好 四呢 是有一些部署 确实封建思想浓厚 五呢 是日本俄国 这包 外国人 最喜欢 中国人 南方人跟北方人打 打得越狠越好 所以呢 袁锡山就跟几个 拥笛派的朋友说 唉 你们这是要把大总统 往炉火里推呀 袁世凯本人 他做梦也没想到 反对的声音会这么强 所以呢 就做了83天的红线皇帝 在1916年3月22日 备货宣布 取消吧 他那晚年 据说跟乡林嫂儿似的 到处说 说我当皇帝 那哪是为我自己呀 我是觉得这对天下人好 到处说 跟谁都说 可是到这地步了 你说啥也没用 袁世凯最终 优据成吉 于1916年6月6日 患尿毒症 不治而死 年纪 57岁 你说什么 真没到六四 说起 袁世凯这个人 人们呢 经常想起 民国发行的 那个 银元 叫袁大头 哎 就是一吹只响的 那个 其实呢 很多时候呢 也是冤大头 很多事 其实 袁世凯的 一些贡献呢 还是提的少了 比如说 那个21条啊 很多历史资料 都证明 压根就没签 他派那个 陆征祥啊 曹陆林啊 都有交代 这两家伙 在日本那 一个劲喝茶 啥也不说 把日本人 真是气得够呛 玩得够呛 所以呢 在清末民初啊 日本人 最处的 还是 袁世凯 啊 当然日本人 也是咱们 民国时期 最大的敌人 这是没错的 所以袁世凯 临死之前 曾经苦笑的说 我死了 是为日本 去一大敌 看中国 如何再造共和 历史呢 就是历史 作为民国 绝代萧逊 袁世凯身上 确实留给我们 许多值得 思考的东西 对于的 由他开启的 这个北洋政府 在民国历史上的 作用 到底应该怎么看 我就简单说一句 就是说 你往前比吧 这个晚清对外 是屡战 屡败 丢了 大量土地 赔了 老鼻子钱了 你往后比 你国民政府 在抗日战争 被打的一百土地 丢掉了 大半个中国 是吧 跟他俩比 那北洋政府 在这种情况下 应该说 没有丢掉过 一寸土地 甚至还有 徐树珍 收复外猛的 这种壮举 另外就是 历任的总统 总理 基本没有去做 汉奸 北洋这些 还是 怎么说呢 可敬可战吧 在这方面啊 袁宝庆 任江宁 研法道士 年幼的袁世凯 在南京 生活过一段时间 他曾经做过一首 雨花台怀骨 我今读上雨花台 万古英雄 福皆辉 为是孙策 破流处 相传梅国 屯兵来 大江滚滚 向东去 寸心 郁郁 何时开 只等毛雨 一丰满 飞下九天 整红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